手拿红色文件夹 一看到镜头却逃之夭夭 把西进口蛋争议 北市卫生局19号下午 二度约谈续产会 把仓储未登记 产品责任险等问题交代清楚 也终于在三催四寝的最后通牒后 收到来自农业部的资料 如果今天还没有 让我们拿到完整进口蛋品流向的资料 我们就会依照食安法 该开罚就开罚 在回稳的时间差 结果又导致了说农业部不提供资料 所以以这一个为例 过去三个多个礼拜以来 有多少的这样的农业部 背了这一些不是事实的黑锅 背了多少污蔑跟所谓的抹黑 总算克服了时间差收到公文 只是一打开文件内容 我们现在拿到这个资料 是简单的一张A4 然后这个事前说 要来花时间整理 我们是不是特别的确定 这个整理的功夫到底是什么 回寒中只有简单表格 统计出三家进口席选蛋 加工及代工业者名单 各业者到底分别进口多少 来自巴西的蛋 没有说明 没有明确的载明出这些使用 巴西蛋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而是用其他国别的蛋混在一起讲 这根本就是混淆视频 很多蛋品流入台北市 是其他县史的供应商提供的 那这部分如果没有完整的资料 我们是没有办法或是很困难 去做相关下游的机查 有关民众的进口弹 时安风暴 身为国民党首都市长 将万安领军吹起攻击号角 要从地方包围中央 机器人做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